欢迎来到营养师爱挑食 我是婉萍营养师 我也好喜欢吃甜点 很多人下午茶聚会或饭后 都喜欢吃一片蛋糕 不仅好疗愈好疏压 而且就是可以当作我一餐 美好美丽的ending 但你知道蛋糕一片 居然也可以高到400大卡 就等于一个便当 今天营养师收集了琳琅满目的蛋糕 奶油蛋糕的热量居然不是最高的 到底哪种蛋糕热量最高 想要减重还有糖友要怎么吃 你一定要来看这一集 首先我们先来提醒大家 蛋糕叫做额外的摄取热量 就是不在我们六大类食物 就是吃来做疗愈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控制 就是在200卡以内 另外就是我们卫福部有建议 就是每日精致的糖的摄取量 大约就是一天要在50公克以内 脂肪每日的上限量叫做55公克 那我今天就是同样的这一盘 重量都是100公克 我用热量来分成红灯 黄灯还有绿灯区 首先我们来看红灯区 热量在400卡以上 来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你喜欢吃的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棒蛋糕 没想到他吃第一名耶 真的喔 你有没有爱吃棒蛋糕 棒蛋糕我们100公克424大卡 蛋白质4.8公克 脂肪25公克 碳水44公克 糖24公克 棒蛋糕为什么会热量这么高 因为他吃起来 你会觉得很扎实的口感 你就会知道奶油在这个里头 那除了这个棒蛋糕之外 还包含了像一些马芬蛋糕 肺南雪还有马德莲 还有布朗尼 你有没有爱吃 都是油脂含量非常高的 那常常都会觉得这样小小一块有没有 这个热量不高不高吧不高吧 这一小口而已没什么 对但是这一小口就是100卡 等于吃了两颗蛋了 所以像这样一盘啊 100公克的脂肪就有25公克 就等于你吃掉我一天需要的 一半的脂肪量 意思就表示你现在吃完它以后 你做菜就不能放任何的油 你不能吃什么煎鱼 也不能炒青菜 因为油量都被蛋糕怎么样吃掉 那它碳水大概就是0.8碗的饭 减重的朋友就会建议吃两块 就大概就是四个纸节200卡 糖友就会建议就是吃一块 大概就是我们两个纸节 热量就是100卡 再接下来我们就看蜂蜜千层蛋糕 蜂蜜千层蛋糕这边有两片 100公克403大卡 蛋白质6.2公克脂肪29.5公克 碳水就是28.3公克 糖17公克 它就是我们吃那种黏卵蛋糕 看起来很清爽啊 对啊是不是感觉好像干干的 有没有 刚才觉得湿润就算了 然后就觉得有油是正常 你看这么干有没有 怎么会 居然在红灯区 可是它看起来真的没有奶油 因为蜂蜜千层蛋糕非常的扎实 你看这个蜂蜜千层蛋糕 既然叫做千层 有没有看到 我感觉我牙齿就是有那个线 线下去有一层一层的感觉 它制作的过程就是把这个面糊 就是弄好以后呢 就是一层一层的去烤它 所以那当然就是这个分量重量上 当然有一定的扎实度啦 那100公克就有400大卡 就是一个便当耶 那脂肪29公克等于吃掉 我一天的油脂量的一半喔 好那减重的朋友要怎么吃呢 就会建议就是吃这一块200大卡 那如果糖油呢 就会建议吃半块 好就是100大卡 第三个呢 红灯区就是台式马卡咯 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 小的时候啊 我家其实是开面包店 然后我爷爷都不准我吃 因为他说这个很贵喔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而言好珍惜 我们来看看 台式马卡龙喔 这样子一盘 然后就是100公克 432大卡 蛋白质呢 就是8.5公克 脂肪是15.4 碳水64.9 糖34公克 这个非常的多 我们刚才说一天精致糖最多怎么样 50公克 它已经34公克的额外的精致糖 真的非常的多喔 好那我们用100公克来呈现 放在红灯区喔 但如果今天你想说 哎我尝试一点点的甜点 心情好就好了 不会吃到这样一叠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颗台式马卡龙 热量是39大卡 还不错吧 好所以减肥的朋友呢 就是台式马卡龙 你最多就是吃4颗 那糖油呢 就是两颗喔 4颗很佛心欸 对啊 有没有感觉很开心 红灯区虽然看起来没有奶油 但都是属于怎么样重量很重 口感很扎实的蛋糕 而且油脂量非常的高 油脂量高 当然热量就高啦 接下来分享 黄灯区的蛋糕 它的热量大概就是落在300到400卡 首先登场的就是重乳酪蛋糕 我超爱吃这个cheese蛋糕了 我也爱 好重乳酪蛋糕呢 大家来听一下 它的热量就是100公克 376.5大卡喔 蛋白质8.4公克 脂肪26.9 碳水25.2公克 糖13.5公克 钠302 这个钠含量还蛮高的 几乎快要1公克的耶 所以你以为吃蛋糕 其实同时也吃到了盐份的部分 那乳酪蛋糕为什么热量这么高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 它不是用面粉做的喔 其实乳酪蛋糕的所谓的蛋糕体 它其实是大量的奶油乳酪 还有无盐奶油还有糖还有鸡蛋 制作出来的 那所以它其实是没有什么面粉的部分 口感很扎实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营养小知识喔 面粉的热量比油脂的热量来的低喔 1公克的面粉产生4大卡的热量 1公克的油脂产生9大卡的热量 几乎是2倍 所以为什么它这么的热量高 就是因为它没有用到面粉 可是它都是扎扎实实的怎么样 油脂的热量喔 所以非常的高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蛋糕的底有没有 几乎都是常常用的 都是消化饼加上奶油制成的 我们来看它到底有多油 你看看我刚才放了一段时间 它已经油成整个纸盘 蛋糕盘都变成这么的油喔 那重乳酪蛋糕呢 在油脂量和热量 好真的不算低 第二个呢就是黑森林波斯顿派 这个巧克力蛋糕很多人都很爱吃 有时候过生日几乎都是黑森林蛋糕 那100公克热量325大卡 蛋白质5.1脂肪21.6 碳水呢就是27公克 糖20公克 黑森林波斯顿派基本上 它这个就是还蛮平均的 就是面粉油脂糖 三大类都有用到 那巧克力的口感 因为巧克力用的比较多 上面还有大家看一下 巧克力碎片有没有 所以它的油脂量 还是是比较高一点的 芋头千层派 说到芋头千层派 大家有没有想说 营养师芋头感觉比较健康 有有有啦 油比较健康啦 因为它这个里头 有芋头的这个膳食纤维 可是呢 因为它是千层派 我们来看看它热量是多少 100公克呢就是有311大咖 蛋白质有6公克 脂肪15.5真的有少一点点 碳水呢就是36.2公克 因为它有芋头啊 所以碳水的热量会比较多一点 那糖有14.6公克 千层派的做法大家知道吗 它就是那个面糊一层一层的煎好以后 奶油再一层一层的抹上去 我曾经做过这个蛋糕 我做了一个下午 因为你要捡超级久 奶油要放超级多 而且一层一层很费功 对 而且你要让它稍微就是粘得起来 所以真的费功 然后又要好吃 那口感这么的扎实 然后又湿润 这一款呢 好面粉含量比较多 所以碳水量较高 另外就是还有芋头 所以碳水整体的量 就会比较多一些了 黄灯区虽然热量比较低一点 但是还是要提醒啊 减重的朋友就会建议 黄灯区这边的三角形的蛋糕 就是吃一半就好 那如果糖友呢 就是吃三分之一 开心的绿灯区来了来了 就是营养师要大放送 绿灯区呢 就是热量大概200卡左右 就是你全部都可以吃光光 那你那么大块 我可以整块吃掉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啦 有没有是你爱吃的 好第一个就是生乳酪卷 好这个生乳酪卷两片 好100公克呢 就是263大卡 蛋白质5.5公克 脂肪13.8公克 碳水29.2公克 糖17.2公克 那它的第一个成分 它上面写的是鸡蛋 好油脂反而会比较在后面 所以蛋白质的成分含量是比较高的 整个热量就不会太高 有没有很开心 这你看下去其实很饱 对真的很饱 再接下来这是我最开心的 我最开心的就是这个青乳酪蛋糕 天哪你看这么一大片 就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我那时候量完后 我自己都清理好开心 好那这100公克呢 就是229大卡 蛋白质6.6 脂肪13.3公克 碳水20.8公克 好糖14.3 有没有感觉到营养师一直都在微笑 对 那你会想说 那么轻乳酪蛋糕和重乳酪蛋糕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们明明两个都是100公克 可是轻乳酪看起来是不是明显体积大很多 那因为轻乳酪蛋糕呢 就是它里头的奶油乳酪的成分比较少 另外它会添加了这所谓的面粉玉米粉 那刚才我是不是有说就是面粉的热量 其实比油脂乳酪的热量来的低 那我们的轻乳酪蛋糕它还会怎么样 会有打发的动作 那打发所以相对它会体积就会比较蓬松 吃起来的口感也会蓬松 热量也会比较少一点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泡芙 好泡芙100公克呢 好有两颗220大卡 蛋白质4.4公克 脂肪13.8公克 碳水19.5公克 糖9.7公克 好大家看到泡芙的时候都会觉得热量高 因为会觉得里头有奶油对不对 可是你看啊 它的这个面体都是有打发的 所以它都很蓬松 吃起来比较空心 所以热量会比较低一点喔 这个两个都可以吃完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喔 瑞丹区呢就是乍看之下 你都会觉得里头有奶油 应该热量比较高 可是它们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们其实比较蓬松 重量会比较轻 所以同样的重量之下呢 它会就是看起来比较多 有没有 就会吃起来比较开心喔 那热量也会比较低 真的想要安心吃的话 就会建议大家选择绿灯区这三款喔 非常的推荐 但是糖友一样要记得喔 就是只有100大卡的选项喔 好那我自己就是一定要吃这个 哇你看这么大片真的超级划算 真的喔觉得好开心喔 最后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健康聪明吃蛋糕的秘诀 秘诀一就是松软的口感 比扎实的蛋糕热量来的低 秘诀二就是挑选蛋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选择像鸡蛋牛奶等原型食材 至少它有一些蛋白质而且会有钙 如果内馅里头像有一些水果 它还会有膳食纤维 如果有坚果的话 除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一喔 秘诀三呢 就是在搭配饮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无糖的茶 还有黑咖啡 好不仅可以解腻 而且可以不要让我们胖胖喔 好秘诀四呢 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吃甜点 比较容易代谢呢 就是在中午到下午时段吃喔 晚上吃真的很容易囤积脂肪喔 那吃完以后记得就是起来多活动一下 可以帮助我们的代谢喔 今天介绍了这么多款的蛋糕 最后你决定你想要吃哪一款蛋糕呢 我要吃这个红灯区的棒蛋糕 还有呢 这个我们的 你不要跟我讲 我要这一块 不行我两块都要 小朋友才选择 我全都要 今天这一集有没有觉得非常实用呢 记得要帮晚评仰师按追踪订阅喔 然后分享给你喜欢吃蛋糕的朋友 OK结束了 耶立刻来吃蛋糕了 好 好 好